欢迎收看11月4号的台式 五间新闻 我是乌凯文 又出现一次人肉站车位 爆发了纠纷 北市云女大生日前 在北头要停机车的时候 遇到了一对夫妻党 疑似人肉站车位 女大生不满 自己权宜受损 上前劝说 但这对夫妻党 却不满地回响 说是他们先看到车位的 还反酸女大生不懂事 最后更在警方到场之前 就先离开现场 做所有事情 你一直在拍干什么 我保护我自己 我没有伤害你 我保护我自己 女大生要停车 但车还没听好 双载的夫妻党就喊她 发声口叫 还要录影 叫警察 我没有伤害你吗 没有耶 没关系啊 没有不懂事耶 女大生录影举证 没有多回话 但夫妻党反而开启了连珠炮 究竟双方在吵什么 全是因为停车纠纷 我有一个车位 为什么我能比张二 我没有到手 女大生贴文说 这个月二号上午十点 就对夫妻党在人行道上 人肉站车位 女大生想停车 结果被对方阻挡 夫妻党还说 这车位是他们先看到的 就是要停 而女大生录影后 却反被嘲讽 很不懂事 不过警方到场前 夫妻党就先离开了现场 调阅监视器也发觉是死角 没有录到站位画面 警方说如果夫妻两人肉站车位属实 可以依法开罚三百元 也幸好纠纷仅止于口角 要是因为个车位演变冲突 那可得不偿失 记者先到张世奎台北报道